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本身体欠佳的春春 银排式的出色表现让大家吃了一个定心丸 之前就担心春春的嗓子会恢复得很好 但是刚才在那个最后的银排 听她感觉也状态不错 所以没有什么担心 觉得她的嗓子灰 她没问题 她非常优秀 一切救世的造型师 最后还不忘让我们先赌为快 在舞台下的化妆间 为我们介绍起这次演唱会的服装特色来 今天特意准备了一套裙装是黑白的 因为春春第一次穿裙子上场 其实真的是裙子 里面没有穿 有穿underwear 但没有穿其他的长途 这一套是比较西班牙风格的 它上面的都是我们是用手工缝的一些柱子 就是有一点卡巴斯 就是她这一首歌里面 还有就是第一次尝试一些蕾丝的东西 演唱会嘛 因为都会比较隆重一点 所以也尝试一次就化浓妆的感觉 然后她自己觉得还能接受 晚上八点 在上万歌迷的期盼和呐喊声中 日春广州演唱会拉开了序幕 和男青一样 春春仍然以黄后装打头阵 多上少说的特点依然被引用下来 我们的距离 有那么多时空感尝着执着 有人的感觉 有空间 这就是伤 让我坐上飞飞的一天走下去 我用这尽量为你做的 不要让我自己愿意在台湾唱业 我希望跟大家一起唱 所以接下来这个环节 大家一起来 大家 要用我的天啊 多南青演唱会相比 广州演唱会的最大亮点 莫过于春春的裙装造型了 当她以一身黑白裙装亮相时 让大家感到更加意外的 是春春竟然是赤脚上阵 谢谢 还好吧 谢谢 除了裙装造型 春春特地为广州歌迷 准备的粤语歌曲 也成为了此次演唱会的 又一特色 当日春宣布演唱最后一首歌曲 和你一样时 歌迷更是全体起立 一同大合唱 以这种特殊的方式 结束了广州演唱会 明镜需要 altyazru 你永远接受吗 这是我 我愛你 我愛你 我愛你